大家好,我是陳榮欣、Jofie Chan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民主黨林子健的釘書釘案的最新進展 另外,一哥昨天大放金句,形容我們香港正正面臨一個法治災難 講中了楊岳橋的痛處 楊大狀嘗試反駁一哥 楊大狀說了什麼呢?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呢? 這條片跟大家總一拆解 在開始前,大家記得要訂閱我陳榮欣、Jofie Chan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條短片了 記得喜歡這條短片的,要讚好、留言告訴你 以及分享給身邊更多的朋友 讓他們也知道黃營和反對派不上,你們也知道的真相 本來今天也想跟大家報告一下西貢區議會大會的開會狀況 也想看看這群西貢區議員會不會尊重陳彥霖媽媽何女士的意願 撤回張公寅明明的動議 但是這群西貢區議員在開會的時候,就為了搶椅子 搶坐哪一個位置,咬一頓 所以就延遲了開會 在拍片的時候,他們就沒有討論到這個動議 另外我也看到很多網友,看完我上一條短片 也留言告訴我,有關諾貝爾和平獎的荒謬 有些更加建議,希望可以提議 由蘭干sir或彭sir提名諾貝爾和平獎 凸顯諾貝爾和平獎的荒謬 說回正題,民主黨的林子健 昨天就就他的案件進行上訴 如果大家記得,在2017年8月,他聲稱被擄走和虐打 有一名粗普通話口音的大漢,將他迷魂倒走 而且還用釘仔刺他的大腿 他在其後的記者會,展示了他的大腿給大家看 釘著很多口釘 在去年,他被控告明知向警員虛報有人犯罪的罪名 亦被裁判官判罪名成立 亦判囚五個月 當時裁判官更加罵林子健 說他是自編自導自演 林子健不服這個判決,進行上訴 昨天,案件開審 他上訴的大律師為他辯護 當時負責的警員去看閉路電視 他又質疑這個警員 他沒有在一個清晰的狀態下去看閉路電視 又懷疑他可能是閉著眼睛去看 除了他質疑警員的口供不可信 他亦質疑裁判官搬龍門 林子健昨天在法庭中說 法官啊,我是冤枉的 法官被控辯雙方陳詞後 他就押後了裁判 亦繼續被林子健保釋 大家又怎麼看呢 這群在2017年陪林子健出來開記者會的政棍 他們這段時間都隻字不提 都沒有出來開刊支持林子健 即是開始跟他割席 而那群在昔日幫反對派開完記者會大肆宣傳的傳媒 今時今日也沒有用同一個蝙蝠去大肆報道 我們都看得到 其實他們真的在割石 林子健的人生會不會更精彩呢 我們暫時不知道 但昨天一哥的表現非常精彩 提及到黎智英 雖然不評論個別案件 但他也有表態 他也說得非常好,非常強硬 無論這個社會上有多重勢大也好 有多大影響力 甚至乎 直指一黎智英 可以影響到媒體也好 犯法就是犯法 就是要拘捕他 一哥法威也有很多是根據的 亦公佈了一些數字 包括我昨天在短片上也有跟大家提及到的 就是18歲以下的刑事案件有上升的趨勢 這個上升的數字也令大家值得非常關注 他形容現在是一個法治的災難 因為他不點名批評 因為有一些有法律背景的人士 他在鼓吹這些18歲以下的年輕人 告訴他們有案底會令他們人生更精彩 亦有一些有法律背景的人士 告訴這些18歲以下的年輕人 違法達義是對的 一哥除了指出現在市下 18歲以下罪案率的問題 事後楊岳橋因為被一哥說了痛處 他出來反擊 他嘗試反駁一哥 他說為什麼一哥可以幽默 港台不可以幽默呢 我今天就跟大家拆解一下 究竟我們是否真的可以用來比較 首先一哥呢 他那個飯局是屬於私人飯局 私人的聚會 其實私人聚會 你怎麼幽默都可以 不是說私下和朋友吃飯 你都不可以幽默 當時他在飯局說了什麼呢 他就跟一班明星 包括曾志偉 他就跟誰 成龍 方中信 張志琳等等的明星一起吃飯 這是私人聚會 在聚會上 他就跟他們說 區議會說話這麼厲害 都是因為跟曾志偉學 做警察就是跟成龍和方中信學 其實明眼人都聽得到 這是一個幽默的說話 但是很多黃媒和反對派議員的時候 就拿著這件事 就像魚獲至寶一樣 小題大做的 但是香港電台 又是不是一樣呢 香港電台是用公共資源 用大氣電波 去表達他的政治立場 是用一個公共資源 去表達或者宣揚他一些個人的政治立場 不是全港的政治立場 何況他的節目是抹黑和中傷警隊和政府的 道理其實就是 上班和下班的分別 在不同場合的分別 楊大狀也是大狀 他不會不知道的 在法庭也有法庭的規矩 你在家裡 你私下可以穿睡衣 踢著人子拖 你甚至不穿衣 都沒有人理你 但是你想到法庭 你會不會穿睡衣 你會不會踢著人子拖 你會不會穿睡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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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黃媒 在財政預算案公佈了一些撥款之後 將警隊和香港電台進行比較 其實這件事是沒有可比性的 大家可以看看 首先 警隊和香港電台的功種和功能不一樣 警隊只有一個 但電台不止香港電台是一個 而且警隊有三萬八千人 香港電台數起來也只有八百人 你說撥款可以這樣做比較嗎 說到香港電台 我們也說回之前 我們一直有跟進的 香港電台節目《頭條新聞》 港台的顧問委員會主席陳建強醫生 他早前代表了顧委會去信給港台 去跟進警方投訴《頭條新聞》 最近港台回復顧委會的信件 就說他們一直都有準確持平地報導新聞 這件事我相信大家一定有自由公論 究竟是否準確持平 但他就說 《頭條新聞》是以稀笑露馬的形式去諷刺事弊的 所以他就不是一個新聞節目 他企圖用這個不是一個新聞節目去做一個託詞 所以他就不用客觀準確持平了 但其實我們看回香港電台的約章 其實不單是說新聞報道要持平 他任何的資訊、觀點和分析 其實都是需要持平的 我們看回這個約章就可以看到 而且在這個約章的公共目的及使命 都寫得很清楚 其實香港電台不單是要準確持平 在第四A第二行更加要說到 其實香港電台有一個責任 是增加市民對一國兩制的認識 亦都培養大家作為中國人的國民身份 大家一聽到這裡都可以知道 究竟香港電台有沒有遵守它的約章 但是港台沒有回應 不單是顧委會 我對港台的回覆是非常遺憾 亦是非常不滿的 我認為港部署署長必須繼續跟進這件事 因為現在不是說創作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 香港電台不是普通的一個傳媒 既然有一個約章在這裡 就必須要去遵守 而且 他還在拿政府每年10億的撥款 去宣揚某些主持 某些編輯的政治理念 正如在英國 我之前也提過 約翰遜BBC不滿意他的編載方針 他現在也是針對BBC 去縮減他的撥款 其實看到在香港也好 或者世界各地也好 任何的公營機構 如果在收政府的錢 政府有什麼不滿意的 絕對是可以有權收回來的 港台是一個公營機構 他正在做的報導 先不要說他在針對哪一個 我們在說媒體的操守 究竟他是否準確持平 這一點其實他也做不到 再說他就是中傷政府和警隊 沒有遵守這個承諾 其實如果香港電台這麼不想 或者是不能遵守到約章的話 其實也很簡單 他就不要拿政府錢 他財政獨立 那就不需要遵守這個約章 其實港台呢 宣揚港獨 他不如都自己 嘗試搞獨立 宣揚港獨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支持 但如果港台自己獨立出來 我相信一定會爭取到很多人的支持 也不需要擔心立法會不獲撥款 說到港台也要說回 引起很大爭議的頭條新聞 上星期就繼續播放 更加出了第二輯的警方訊息 繼續盡傷警方做事媽夫 也嘗試引導大家 覺得過去七個幾八個月 有很多人死了 而他們的死與警方有關 當然相比之下 我會覺得這個警方訊息 比起第一集 是有所修煉的 但是大家又收不收貨 我就不收貨了 我認為他並不是跪下 他只是 蹲下而已 等過了一個封口位 大家都淡忘了這件事 通過了撥款 他就會繼續猖狂 我也會繼續 就港台的事件 跟大家報告 最近大家言議的就是 究竟我們是否不應該 增加港台的撥款 我們是否應該要把港台接台 大家也可以走這件事 就參與最近很多機構發起的聯署行動 大家的簽名也是一個表態 希望集大家的意見 一起向政府施壓 一起向廣播處處長施壓 現在政府每年撥出10億 去給香港電台營運 大家也可以考慮一個數據 就是 根據港部署 在2018年發表的一個行動量值報告 其實香港電台 第31台 說的是平均收視只有0.1點 0.1點 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只有6400名觀眾去收看 平均只有6400名觀眾去收看 但是每年都會獲得政府10億 這個數據 我相信都可以給大家作為參考 為何反對派還要為港台護航呢 大家有怎樣看呢 我之前也有段影片說 反對派如何與港台聯手 去中傷警隊 大概都告訴大家 為何他們會有這樣的關係 大家還未看的話 記得回去看我舊的短片 大家還未參加聯署 也可以快點去參加 未登記做選民 都在這裡呼籲大家盡快登記 因為5月2日就截止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也喜歡我今天為大家選擇的內容 記得要訂閱我陳詠欣、Jophie Chan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下一條短片 喜歡這條短片的 讚好、留言告訴你 以及分享給身邊更多的朋友 讓他們都知道 黃營和反對派不上 他們知道的真相 謝謝你 拜拜 看完這條短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要讚好、留言 以及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還要訂閱我陳詠欣、Jophie Chan 的YouTube頻道 按下See First 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短片 我們下一條短片再見 參加する呈もう 最期 stair會。 Florence 鄧 抖 什麼 我們的 感谢观看